屏東園百貨正式開幕 請接幕 屏東縣政府以盛利新村六聯動歷史建築 打造的屏東園百貨盛大開幕 包括縣長潘孟安 原住民組委委員會副主委中新華 立委周春敏 吳立華 都位園鄉部落鄉長新元出席 共同建政全台第一處 在都會淡黃區打造專屬園鄉文化產業 展售平台的園百貨 我們原住民族的非常多的手工藝 或是美食相關的音樂產業 都非常的勞富豐厚的文化底蘊 但一直都在部落 所以我們特別選擇了六棟歷史建築 作為台灣第一個園百貨 屬於原住民在部落裡面 所製造的工藝美學相關的一些產業 都可以在這邊做平台 屏東圓百貨串聯屏東在地九個園鄉產業 規劃為六大主題館 分別為圓銅 圓音 圓知 圓家 圓食及圓具 結合生活創意 選物平台 家具策展 甜點手作 展覽策劃 織品服飾設計 音樂展演 圓民銅貫 旅遊遊城等 藉此串聯屏東縣圓鄉圓民業者 建構專屬屏東圓民特色商品行銷網絡 貼廣這一地圓鄉生活美學 創造屬於屏東土地獨特的品牌 我們這次進來的進駐的空間 它其實分為了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跟小農合作的產品 然後還有一些跟 第二個部分是跟工藝師合作的產品 然後再來就是策展空間 工作坊空間 還有我們戶外的演出空間這樣子 然後就是希望能夠透過不同的形式 讓更多的人去了解排灣族的文化 還有盧凱族的文化這樣 我們除了會在利用部落傳統的食材 那還有我們的咖啡也都是用部落的原香 所生產的豆子 所以我們都是以強調用部落所生產的農作物 像小米 紅梨 還有咖啡豆 那用我們年輕人的比較有創意的想法 來做一些新的料理 然後來把部落的美食介紹出去 圓百貨透過前店後廠的在地創生概念 將原住民的文化分享給每一位來訪的遊客 憲福表示 未來屏東圓百貨除了是屏東原鄉產物的新聚錄外 更能作為遊客的中介鎮 透過展示平台帶領民眾認識屏東原民各式文化 進而深入部落了解圓民生活 《評論新聞》張如意劉建榮採訪報導 《評論新聞》 《評論新聞》 《評論新聞》